大家好,我是超哥哥,欢迎来到超哥哥大话体育 如何看待一个球员所取得的这种荣誉 他取得的荣誉该如何划分 我们以梅西来举例 如果说你想当一个球王的话 梅西做到的事情你都要做嘛 但是最近网上流行着一种声音 他们在努力的淡化大力神杯的这种含金量 那么超哥哥今天就给大家重点说一下 大力神杯他的这个含金量该有多么的大 梅西到目前为止整个职业生涯国家队 加上俱乐部他拿到了42个冠军 那么大力神杯毫无疑问是其中最最最最最重要 那么梅西个人的荣誉已经堆满了 比如说起坐金球还有劳伦斯等等等等 还有世界足球先生 那么咱们就说梅西前41个冠军 加上起坐金球奖一个劳伦斯奖 就这些荣誉加在一起勉强的能和大力神杯打平 甚至这些荣誉的含金量还不如大力神杯 大家明白吗 这也是梅西能够做到 其他球员还没有做到 咱们都说球王贝利马拉多纳 贝利和马拉多纳 他两个人所有的荣誉国家队和俱乐部荣誉加在一起 也就是说比梅西的一半多一点 马拉多纳是一个贝利14个 两个人加在一起25个没问题 但是梅西有42个 但是宅头大力神杯梅西有41个 这个就是大力神杯的含金量 就是说在马拉多纳和贝利俱乐部荣誉不是那么特别充分的情况下 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最顶级最重要最重要的世界杯赛事当中 他们有过出色的发挥 他们有着锋芒的表现 所以说贝利和马拉多纳他们能够成为球王 所以说你在世界杯当中的表现 你为国出战 你的发挥如何 你把球队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层次 你的个人数据 关键时刻是如何 有着很高很高的评判标准 这个就是大力神杯的作用 大力神杯的意义 大力神杯是这个星球上最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赛事也是关注度最高的 就是拿卡塔尔事业为举例 他在比赛期间有50亿人次观看过卡塔尔事业杯 那么有15亿人次观看过卡塔尔事业杯的决赛 我跟大家说 就是这个数字远远领先着世界上 这个星球上除了足球 就包括足球 任何一项赛事 包括什么超级碗 包括NBA 包括欧冠 遥遥领先 包括奥运会 遥遥领先他们的观赛人数 这个就是世界杯大力神杯的影响力 它的影响力是 无与伦比的 登风造极的这种影响力 非常非常大 所以说大力神杯 它对个人荣誉的价值超级超级高 明白吗 就不要再听某些这种 什么李中克 某些黑粉说 什么几个欧冠相当于一个大力神杯 我就这么跟你讲 你欧冠拿十个 跟一个大力神杯也比不了 咱们都不用说 这个意义何在 就是说你身上 你身披国家队战袍 你为国出战 就那份荣耀 你只要拿了大力神杯之后 你就是这个国家的英雄 对吧 就哪怕你带队打到决赛 你也是国家队的英雄 你就看摩特里奇就好 这个就是大力神杯的这种影响力 无与伦比的 对吧 那么咱们话题说回来 说到梅西前四十一个 这个荣誉 包括金球奖等等等等 在没有大力神杯的情况下 已经把梅西放到球王的位置 已经把梅西放到和贝利 马拉多纳一起讨论的位置 OK 因为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在职业球员 梅西就是登峰造极的存在 因为梅西在俱乐部 在个人职业荣誉这方面 已经该拿满的都拿满了 其座金球奖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其他人没有能和梅西较量的这种实力了 所以说没办法 只能把两尊大神请出来 贝利 马拉多纳 梅西在没有世界杯的情况下 跟他们一起讨论 OK 其他人可不可以 不可以 就是这样 不可以 因为 其他人 赵梅西还有很 差很大很大的这种层次 对吧 所以说你不想给你偶像招黑的话 你就不要蹦出来再说话了 对吧 那么咱们就说 梅西在没有大力神杯的情况下 为什么可以和老马 为什么可以和贝利 拿在一起讨论 因为梅西是十号核心的球队球王提法 梅西就是进攻组织两手撞 无所不能 各方位 无死角 不论是在俱乐部也好 不论还是在国家队也好 梅西在球队当中的表现就是无与伦比的 超高的球技 超高的球伤 以及低调 朴实的人品 那种温文尔雅的这种性格 就是促成梅西 封王 登顶的这种很重要很重要的这种基石 所以说梅西 他自打进入到职业租坛以来 他只能和贝利 马拉多纳相提并论 一起比较 这是在没有大力神碑的情况下 OK 那么梅西一旦拿到了大力神碑 不好意思 直接登顶历史第一人 这个就不需要再讨论了 对不对 就是说梅西在没有大力神碑的情况下 你其他人都要望我相背 对不对 那么当我有大力神碑的情况下 你其他人根本没有把我 就是根本 其他人根本没有和梅西放到一起相提并论的这种资格 连资格都没有了 就不要再放在一起相提并论 那么咱们再说一下 昨天在直播间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说小伙伴说到 塞罗的历史定义如何如何如何 塞罗他在军乐部这方面没问题 可以对吧 武作金球武作国 但是是不是就是一定要冲到什么样什么样的位置 我跟你说 塞罗他在国家队这一块太吃亏 昨天我们直播的时候也讨论了 我说塞罗只要带领葡萄牙队 哪怕以核心身份打进过一次四强 拿到过一次第三也好 或者说打到过一次决赛也好 以核心身份啊 不是那种啊 门前强点的那种那种感觉 明白吧 不是名不是门前强点的那种踢法 哪怕带领葡萄牙队打进一次世界杯的四强 打进一次世界杯的决赛 塞罗的历史地位冲进历史前五 OK没问题 但是塞罗他在世界杯的这个表现实在是太太太拉放 如果说塞罗没有参加过那么多届世界杯还有情可原 但是塞罗已经参加了五次世界杯 虽然说五次世界杯都有进行 但是对不起在最最重要最能体现个人英雄主义 最能体现领袖气质 最能体现坚毅眼神 最能体现你超强带队的淘汰赛里面 对不起你塞罗零球零助攻 哪怕没有进球 你有助攻也好 对不起你这些都没有 所以说塞罗特别特别吃惠 就是在世界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世界杯舞台上 他的表现简直可以用灾难来形容 所以说呢 如果说要讨论塞罗的历史地位 就不要把塞罗放进历史前五 我感觉这是对世界杯这项比赛的不尊重 极大的不尊重 那么这也是说对之前的这种前辈极大的不尊重 那么塞罗他目前就是说六到十可以排一排 可以了 这就对塞罗已经很尊重了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大家记住一点 只要讨论历史前十级别的球形 在世界杯 就是一定是世界杯这个层面发挥的 已经相当出色了 明白吗 要不然的话 你不可能进入到历史前十 那么又有小伙伴除类这种 降了或者说尬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那什么保罗罗西 格罗斯也有视野杯 但是请注意 就是说你肯定是其他方面的荣誉 你在职业 个人职业生涯荣誉的方面 你已经拿到一定的这种层次了 完了你在世界杯表现好 你才能进入到历史前十 明白吗 就算是你个人职业生涯 比如说摄护清德 他在米兰 有欧贯 有金球奖 有一甲联赛的冠军 怎么怎么样 但是在世界这方面 在世界杯这方面 他就是吃回他 就是没有亮眼的成绩 那对不起 排除灾 明白吗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历史前十的巨星里边 C罗是唯一一个在世界杯当中 或者是说前六 咱不说前十 就是历史前六里边 C罗可能是唯一一个世界杯表现 比较拉胯 比较灾难 但是呢 C罗在俱乐部这方面 拿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能够排进历史前十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再往上排 真的没有必要 也没有那个动力了 因为他在世界杯最最重要的这个舞台上 表现的真是灾难 拉胯 所以说梅西和C罗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 就这个就不要 梅西和C罗中间相差的差距 超哥之前也说了 差了一个其他内的差距 为什么 就是因为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两个人的表现天差地别 梅西封王 C罗在那 明白吗 好了 我是超哥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好 好 好